第三世纪 于莲觉得,这一切不过是乡下人的蜀木寸光,自己最终必能飞黄腾达,大战烘土。 根据他的想象,巴黎人既聪明又狡黠,也很虚伪,但和被葬松和阿哥的主教一样彬彬有礼。 能去巴黎多么幸福,在他眼里其他一切都不在话下。 因此,以他朋友看,他已经被比拉尔神府的信弄得六神无主了。 第二天晌午时分,他乐滋滋地来到了维里叶。 盘算着,可以又见到德雷娜夫人了。 他先去拜访他的第一位保护人,慈祥的谢朗神府,却受到了冷冰冰的接待。 你以为欠我什么情吗? 谢朗神府没有回答他的问候,对他说道。 你和我一起吃饭,趁吃饭的时候,叫人给你租一匹马,完了,你就离开维里叶,谁也别去看。 尽情遵命。 鱼连装出一副修道院学员的样子回答道,接着便置谈神学和拉丁文。 鱼连骑上马,走了四里地,看见一片树林,瞅周围没人,奔了进去。 日落时分,他把马打发回去,稍后走进一个农家,那农民答应卖给他一把梯子,并跟着他,把梯子扛到俯瞰为礼叶终成大盗的那个小树林里。 我是个逃避兵役的犯人,或者说是个走私犯。 农民告别时对于连说道, 不过,没有什么关系,梯子卖了个好价钱,再说,我自己这一辈子也不是没看过蒙尼的事。 天很黑,凌晨一时左右, 鱼连扛的梯子走进了维利叶城。 他尽快走下急流的河床,急流深刻十尺,两旁有墙,穿过德雷娜先生美丽的花园。 鱼连扛的梯子很容易便爬了上去,心里想,摊圆子的狗会有何反应呢? 果然,狗叫了,飞奔地向他扑来。 他轻轻地吹起了口哨,几只狗便围着他转,向他表示亲热。 他从一道平台攀上另一道平台,尽管铁栅栏都锁着,他还是轻而易举地爬到了德雷娜夫人卧房的窗下。 房间对着花园的那一边,离地面只有八到十尺。 白叶窗上有一个新型的开口,鱼连十分熟悉。 但是他犯愁的是,开口上没有透出经常一夜都不灭的灯光。 天啊,鱼连自言自语道,今晚的雷娜夫人不在这里。 他到哪儿去睡了呢? 他们全家都在没理,因为我看见了那几条狗。 在这个没点灯的房间里,我可能会遇见德雷娜先生,或者一个生人。 那乱子可就闹大了,最好是赶紧走。 但这样做,鱼连感到恶心。 如果是陌生人,我一定把梯子一扔,撒腿就跑。 但如果是他,他会怎样接待我呢? 他很后悔,而且以心皈依天主。 这一点,我没有理由怀疑,但他到底还记得我,因为他刚给我写过一封信。 想到这里,鱼连打定了主意。 他心惊胆战地决定豁出去了。 不是见到德雷娜夫人,就是完蛋。 接着,他捡起了几颗小狮子,扔到白叶窗上,毫无反应。 他把梯子靠在窗边,亲自动手去敲。 一开始,轻轻地,后来便使劲地敲了起来。 心想,虽然天黑,给我一枪倒是可能的。 这种想法,把疯狂的举动,一下子变成了有没有勇气的问题。 他心想,这房间,今夜没人住。 即便有人住,此时也该醒了。 所以,不必再有什么顾忌。 只需注意,别让睡在其他房间的人听见,就行了。 他下去,把梯子靠在白叶窗上,又爬了上去,将手伸进心形的窗洞里。 他运气不错,很快便摸到,挤在拴白叶窗的钩子上的铁丝。 他把铁丝一拉,觉得白叶窗脱了钩,松动了。 得慢慢推,让他听出我的声音。 他推开白叶窗,把头伸进去,同时压低嗓子,说了几声。 是自己人。 他侧耳细听,不见房间里有任何动静。 笔炉上,连盘半明半亮的长明灯也没有。 这不是好照头。 小心挨枪子。 他考虑了一下,然后大胆地用手指敲了敲玻璃窗。 没有反应。 他加大了力度, 哪怕要把那玻璃敲碎,也非干到底不可。 他又使劲地瞧。 忽然,他似乎在黑暗中看见了一个白色的人影穿过房间走来。 再看看。 毫无疑问, 这人影正缓缓地向前移动。 他猛地看见一个人的脸颊贴到了玻璃窗上, 与他的眼睛碰个正着。 雨连哆嗦了一下, 身子往后便退。 但, 天色太黑, 尽管距离很近, 却看不清是否是德雷娜夫人。 他担心对方会发出惊叫, 耳旁又听见下面那几条狗在踢着旁边转悠的嘀吼。 于是, 于连又说了一遍, 是我自己人。 没有回答, 那白色的幽灵呼得不见了。 请把窗户打开, 我有话和你说, 我太苦恼了。 于是, 他用使劲地撬窗, 把玻璃都快撬碎了。 咔嚓一声, 窗子的扎栓断了, 他把玻璃窗推开, 纵身跳进了房间。 那幽灵正要走开, 于连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 原来是个女人。 他, 一下子泄了气。 如果是德雷娜夫人, 他会怎么说呢? 当他从一声低喊中明白, 是德雷娜夫人时, 真是, 喜不自生。 他把夫人搂到怀里, 夫人浑身发抖, 几乎没有力气, 把她推开。 霍达, 你要干什么? 他声音发抖, 几乎连这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玻璃听出, 他是真的生气了。 十四个月不见, 我受尽了折磨, 现在是特地来看你的。 出去, 你可离开我。 新郎娜夫, 为什么不让我给他写信呢? 这样可怕的事, 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呀。 他不知哪儿来的力气, 蒙地把鱼脸推开。 我一回醉, 上天垂鼓, 给我指点泥精。 他若断若絮地说道, 你出去, 快走。 不, 哭了十四个月, 不和您谈谈, 我是绝不会走的。 我想知道, 你干了些什么。 我如此爱你, 你应该告诉我心里话, 我想知道一切。 德莲娜夫人不由自主, 玉莲威严的口吻, 使她无法抗拒。 玉莲一直热情地紧紧拥抱着她, 不让她挣脱。 此时, 突然两边一松, 夫人就在稍稍放了心。 玉莲说道, 我去把梯子拉上来, 以免夫人被圣妮弄醒, 起来巡查时发现, 那咱们就完了。 出去, 别拉梯子, 出去。 德莲娜夫人真的生气了, 来人有什么关系, 要进的是上帝, 上帝看见你来查我会惩罚我的。 你卑鄙地利用我过去对您的感情, 他现在, 我已经没有这份感情了, 你明白吗? 玉莲先生。 玉莲慢慢地把梯子拉上来, 以免发出声响, 你丈夫是否在城里? 玉莲这样问, 并非故意顶撞, 而是出于过去的习惯。 求求您, 别这样对我说话, 否则我便喊我丈夫了, 我没有不顾余气地把您赶走, 罪过已经够大的了, 我是可怜您。 他知道玉莲自尊心很强, 便故意想办法击他。 夫人口口声声说您, 玉莲本想旧情复婿, 而夫人却突然将过去的恩爱一刀两断, 这一切, 反而使玉莲浴火如焚, 到了疯狂的地步。 什么? 您不爱我了? 这可能吗? 玉莲这发自内心的声音, 谁能听见而不动容呢? 夫人没有回答, 而玉莲却已伤心地哭了起来。 说真的, 玉莲连说话的力量也没有了。 我就这样, 被唯一曾经爱过我的人, 完全忘了。 从今以后, 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自从玉莲不再担心遇见的是个男人, 她的勇气便已离他而去, 除了爱情, 心里已经空无一物。 玉莲连一声不响地哭了很久, 并拉住夫人的手, 夫人想把手缩回去, 但挣扎了几次, 只好让她握着。 屋里很黑, 两个人都坐在德雷达夫人的床上。 这十四个月以前, 多么不通啊! 玉莲想到这里, 哭得更伤心了。 人已离开, 所有的感情也都烟消云散了。 玉莲没话找话, 哽咽地问道, 请告诉我, 您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我失足的是, 大概在您走的时候, 已经闹得全程都知道了。 德雷达夫人回答时, 声音声硬, 语气干巴巴的, 对玉莲颇有责备之意。 您的行动太不谨慎了, 不求,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 尊敬的信朗神父来看我。 他花了很长时间, 希望我把事情说出来, 但是没有结果。 一天, 他想出一个办法, 把我带到地容那座教堂里, 我第一次领圣体的地方。 到了那儿, 他先开了墙。 德雷达夫人哭着, 说不下去了。 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只好把一切都说了。 他是个好人, 没有向我大发雷霆, 反而和我一起, 额万兮许。 这段日子, 我天天给您写信, 但又不敢寄给您, 小心地藏起来, 太痛苦的时候, 便躲进房间里, 拿出来再看一遍。 后来, 谢朗神父终于把信要去了, 有几封写得比较紧实, 早就给您寄了, 但是没有回应。 什么? 我敢写事? 我在修道院里, 从来没有收到过您的信。 天哪, 是谁把信给扣了? 你想想, 我有多么痛苦吧? 在小堂见到你那天以前, 我根本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 德雷纳夫人又说道, 上帝开恩, 是我明白了, 我对他, 对我的孩子, 对我的丈夫犯了罪, 虽然我一直认为, 他从来没有像你那样爱过我。 玉莲不由自主地扑到了他的怀里, 但德雷纳夫人把他推开, 相当坚决地对他说。 我那位可尊敬的朋友谢朗神福, 是我明白了, 我既然嫁给了德雷纳先生, 就等于把我的全部感情, 甚至我不知道的, 在与别人发生要命的关系之前, 从未经历过的感情, 都许给了他。 自从我忍痛交出了这些宝贵的信之后, 我的日子过得即使不幸福, 至少也相当暗详, 就别扰扰我的生活了, 做我的朋友, 做我最好的朋友吧。 玉莲不住地吻他的手, 他感到玉莲还在哭, 别哭了, 您哭, 我难受极了, 现在轮到您, 给我讲讲您的情况了。 玉莲根本说不出话来, 我想知道您在修道院里, 生活是怎样过的, 说完您就走。 他一再说道, 玉莲心不在焉地, 讲了最初他所受到的没完没了的算计和妒忌, 后来当上了辅导教师, 生活才能安静一点。 玉莲继续说道, 很久没有您的消息, 我以为大概是想让我明白 我今天已经十分清楚的事, 就是您不再爱我, 我对您已经无足轻重了, 德雷纳夫人紧握着她的手, 就在这个时候, 您给我寄来了五百花浪。 你有的事, 德雷纳夫人说, 信封盖的是巴黎的有错, 落款则写保罗·苏赫尔, 是那些怀疑的人都无疾可乘。 至于这封信可能是谁写的, 这个问题引发了一场短暂的讨论, 思想一分散, 两个人严肃的语气, 不知不觉的就改变了, 又回复到原来那种亲亲我我的口吻。 屋里很黑, 他们彼此看不见对方, 但声音可以说明一切。 鱼脸用胳膊搂起德雷纳夫人的腰, 这种举动包含了很多的危险。 德雷纳夫人企图推开她的胳膊, 鱼脸很激烈, 立刻想起一段有趣的经历, 这样吸引了德雷纳夫人的注意力, 使她忘记了胳膊而听之认之。 对那封会来五百法郎的信进行了一番猜测之后, 鱼脸又继续讲。 谈到前一阵的生活, 她多少增加了点自信, 其实这段经历与其当时发生的事根本不足挂齿, 她全部心思都在考虑这次夜访将以何种方式结束。 夫人隔一阵便对她说, 你一会儿是走吧, 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 鱼脸心里想, 如果我被大发走了, 那该多丢脸呢, 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她永远不会再给我写信, 天晓得, 我什么时候能回到这个地方来? 这一刻, 鱼脸心里一切圣洁的想法, 刹那间都消失了。 她坐在一个亲爱的女人身旁, 几乎已经把她搂到怀里, 又身处在一个她曾经销魂石骨的房间, 周围一片漆黑, 却疯明看得出, 德雷娜夫人已经哭了好一会儿。 从德雷娜夫人欺负的胸脯, 感到她在抽气。 而鱼脸却不幸成了一个冷酷的政客, 想在修道院的院子里, 发现自己正被一个比她强的同学所捉弄时那样, 心里不断地在盘算, 表面装得很冷漠。 鱼脸故意把话脱长, 并谈起离开维里叶后生活过的如何的不顺性。